以色列妈妈不会累死妈妈的16个宝宝睡过夜技巧 宝宝出生后一直到5个月大没有睡过夜 半夜醒来吃过奶后还要搞个一两个钟头才能入睡 让我十分头大急疲倦 一天我跟拖婴中心的园长抱怨这件事寻找协助 园长先跟我解释宝宝半夜不睡觉的生理性原因 原来宝宝从在妈妈肚子里就有自己的睡眠周期 出生后仍然照着在妈妈肚子里的活动周期睡觉及玩耍 不会分昼夜 这是为什么出生宝宝常有在半夜突然醒来要玩耍的状况 而宝宝出生了自然要渐渐帮他提要整睡眠时间 让他白天清醒晚上睡觉 在以色列的幼教界戏称这个调整的过程叫做提要时差 当然宝宝半夜不睡觉可能是肚子饿 生病 肚子痛 太热 太冷 寝具不够干净让他觉得骚痒 便便 等 但园长跟我谈的 是在一般的状况下 宝宝健康 有吃饱 一切干净舒服 不冷不热 如何协助宝宝睡过夜 园长接着教了我一些小技巧 这些技巧不会累死妈妈 不用每天让宝宝多哭五分钟再喂他 也不会饿到宝宝 这里的教育哲学也不心让宝宝哭到睡着 基本上是顺着宝宝的习性每天作为提要 所以提要整需要一些时间 但非常的实用 我生妹妹后 照着这个办法提要她的时差 她几乎是从三周大后 就开始睡过夜 过四个月大后 妹妹又突然夜奶 我强烈怀疑是我太久没有夜间哺乳 奶粮变少的缘故 但她也只是起来喝过奶后 就又睡着了 我本来以为这跟妹妹的个性叫神文有关系 不过 我跟这里许多妈妈谈过后 发现只要教会宝宝 晚上是睡觉的时间 这件事 不管是什么个性的宝宝 都很容易睡过夜 接下来谈实际做法 1. 调整宝宝睡眠时间的准备动作 1. 宝宝的体重 一般而言 要训练宝宝睡过夜 宝宝体重满5公斤后 比较容易成功 因为宝宝过5公斤后 肚子容量比较大一点 不会太快饿 比较有机会睡长一点 2. 让宝宝告诉你她的需求 宝宝有自己的胃口 睡眠规律及游戏时间 这是在妈妈肚子里就养成的 做父母的面对自己的新生宝宝 第一要务是在最短的时间内 了解宝宝的习性 从中协助她调整出生后的作息 而不是她一出生 就要她按照大人定的吃饭 睡觉时间表来作息 不先了解宝宝的习性就进行调整 大人小孩都会一起吃苦头 而且会多增加彼此的冲突及不愉快 那么要如何做才能让宝宝自己说呢 方法很简单 在不打扰宝宝的状况下 观察宝宝的作息这件事 是了解所有宝宝的起点 有关于新生儿的吃饭及睡觉习惯 以色列最近流行的学说是 1.宝宝睡觉不要吵她 因为睡眠可以分泌一些激素 让宝宝长得比较好 2.宝宝饿了就吃奶 不需定时喂 所以妹妹刚出生在医院时 我就可以观察她的作息状况 一般而言 她睡醒后肚子饿 护士会帮她换好尿布推来给我喂奶 我从第三天就注意到 妹妹的习惯每三个钟头吃一次奶 醒来后的一到一个半钟头后 就会很困想睡觉 然后睡一到一个半钟头就醒来 连半夜都一样 然而每天下午会有常睡眠 约4到5个小时 也就是说 常睡眠时 她可以撑个5到6小时不吃奶 我观察了几天 这个周期非常明显 当然妹妹是大宝宝 她出生时就差不多5公斤重 如果观察后 发现宝宝有出现4到5个钟头的 常睡眠周期 就可以开始调整她的时差 另外 在这个阶段 父母也可以观察宝宝每天的吃奶量 3. 预备房间 宝宝不管是睡自己房间 或是跟父母同房 房间最好有微暗的小灯 越暗越好 只要大人半夜起床不会跌倒即可 4. 舒适的喂奶方式 喂母奶的妈妈 最好有一张舒适的喂奶椅 或是学会躺胃 平胃的妈妈可以在睡前把奶瓶的水装好 奶粉量打点好 让自己在半夜起床时 花最少的时间把配方奶泡好 2. 进行方式白天注意事项 1. 确定宝宝白天有吃饱 吃够 一般而言 宝宝每3到4个钟头吃一次 也有很多宝宝是每2个钟头吃一次 喂配方奶的妈妈 不用太计较宝宝某一餐吃得多或吃得少 也不要强迫宝宝一定要一餐吃完多少 相反的 该注意的是宝宝通常一整天喝了多少细细再一次 一开始时顺着宝宝自己的作息 宝宝想吃就吃 不想吃就不要强迫 这样做个一 2个星期的统计 妈妈大概就对于宝宝大概一天吃了多少 宝宝是大胃王还是一般容量 会有个底 喂母奶的妈妈 反正就是宝宝饿就胃 过一 2个星期 宝宝吃奶的周期也会出来 有了这个资料做基础 父母就知道宝宝白天一整天是不是有吃饱 吃够 而不是以几公斤的宝宝一天要喝掉多少cc的奶 做标准 注意 宝宝跟大人一样 是个人 不是机器人 有自己的胃口 2 不要让宝宝在白天睡太多 跟大人一样 如果宝宝白天睡太多 晚上就很难睡长 那 睡多久算睡太多呢 通常而言 不要让宝宝连续睡超过三个钟头 半个钟头 一个半钟头 三个钟头都是很好的睡眠周期 如果父母打算要在宝宝睡眠中叫醒他 可以以这些时间长短做参考 一方而言 妹妹白天睡觉我从来不吵他 除非他睡超过三个钟头 当然 如果父母有时间压力要外出之类的 也不用特别等到宝宝醒来 宝宝如果太困 就算被吵起来了 还是会再睡着 另外 如果宝宝生病 或有不舒服的状况 就不要去打扰宝宝的休息 三 确定宝宝在白天有足够的活动 宝宝跟大人一样 操得累 晚上就好睡 那么 刚出生不会做任何事的宝宝 可以有什么活动呢 一 练趴 满月后的宝宝 练趴是最好的运动 我家的可是出生两个星期后 就开始被我老公训练 一般而言 宝宝都不喜欢被放趴 因为整个身体比例上头太大 趴着要抬头的话 要对抗低心引力 非常辛苦 然而练趴却是宝宝 接下来众多发展 翻身 爬行 的基础 多做多好 一开始可以一次20秒 如果宝宝没有抱怨 可以做久一点 一天做个四 五次 过三个月后 基本上只要宝宝醒着 最好让他练趴 不仅对他发展有帮助 也因为有做运动 会比较好睡 二 跟宝宝玩耍 眼对着眼 对着宝宝讲话及玩耍 唱歌给宝宝听 会刺激宝宝的大脑发展 宝宝接受很多听觉 视觉的刺激 除了会变聪明 也会比较累 三 带宝宝出门散步 如果天气好 可以把宝宝放在婴儿车里躺着 打开遮阳的盖子 让他可以看到上方的景色 三个月后就可以让宝宝趴着 这个角度宝宝除了可以往前看 还可以左右看 除了给宝宝很多听觉 视觉 嗅觉的刺激 通常宝宝因为好奇 会愿意趴久一点 一举两的 四 睡前洗个长长的澡 晚上常睡眠前 帮宝宝洗个长长的澡 让宝宝在浴盆里玩耍 之后再帮宝宝好好做个几分钟的按摩 帮助宝宝睡好觉 五 常睡眠之前 至少让宝宝有一段比较长的清醒时间 如果宝宝一般的延醒来后 一个半钟头到两个钟头就得睡觉 常睡眠前建议让宝宝撑个两个钟头再睡觉 半夜宝宝醒来时 一停 看 关 不管是什么时候 宝宝醒来哭闹都不一定是代表他饿了 而可能是因为外在因素 例如 太冷太热 被自己的手抓痛 被蚊子咬 而惊醒 妈妈可以先无声地轻咬宝宝的床 给宝宝奶嘴 不要跟宝宝眼对眼 之后 看看宝宝的反应 如果宝宝马上安静下来 则不需要把宝宝马上抱起来 可以摇到宝宝闭上眼或睡着就离开 这种状况下 如果妈妈直接把宝宝抱起来 反而会吵醒宝宝 给花更长的时间让宝宝恢复到想睡的状况 如果大致上确定宝宝是肚子饿才醒来 记得整个喂奶过程 不要让宝宝太过清醒 妈妈在把宝宝抱起来前 请先把配方奶泡好 把宝宝抱起来之后 先检查尿布 我都是用文的 如果宝宝没有便便 尿布没有太满 则不要帮他换尿布 换尿布会让宝宝变清醒 A.整个过程不要跟宝宝讲话 唱歌 能够的话不要眼对眼 B.不要打开宝宝房间的大灯 喂奶的地点也保持微亮 不要有太强的灯光 C.喂完奶 拍打嗝之后 再检查一次宝宝的尿布 然后把宝宝放回床上 3.如果宝宝吃完奶后 躺回床上不睡觉 除非宝宝大哭或大叫 不然就让他自己留在床上 跟自己玩耍或讲话 床上不要放玩具 如果宝宝大哭超过三分钟 抱起来摇一摇 等他安静下来 或睡觉 再放回床上 如果宝宝仍然不睡觉 就重复上述的动作 基本上父母在提摇宝宝时 差时该做的 就是让宝宝知道 晚上这是睡觉时间 白天是玩耍时间 所以白天有很多声音 光线 有很多笑容及活动 而半夜则不讲话 不唱歌 灯光昏暗 如此一来 在半夜减少所有可能的刺激 让宝宝保持安静 也因为缺乏刺激 宝宝很快就会碍困 也因此可以达到TL时差的目的 当然 如果宝宝是那种半夜 常会便便的小孩 那父母调整宝宝时差的时间 就会长一点 但不要放弃 依上述的方法去做 宝宝自然会渐渐地 自己睡过夜 于宝宝就有点